细菌呢它像一个火柴一样 地雷油和火柴 碰在一起之后就会爆炸 蓝镭射适合这些接受正统的口服和万诱药治疗 但是它想要 的效果 那这时候就可以考虑蓝镭射 大家好我是安森美皮肤科的郑慧维医师 大家都叫我VV医师 今天我们来讨论的主题就是 抗多的新工具蓝镭射 首先会有一个角质代谢异常的关系 造成一个角质堆积 而产生了一个粉刺 它就像一个地雷 如果地雷呢又碰到了油脂 就是因为我们皮脂线比较过度分泌的话 这时候如果又再加上一个 我们皮肤当中的挫疮杆菌 细菌呢它像一个火柴一样 地雷油和火柴 碰在一起之后就会爆炸 爆炸就是发炎而产生所谓的痘痘 还没有爆炸 发炎之前呢就是粉刺 如果让它进展到发炎 那就要赶快消炎处理啰 蓝镭射主要它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是 1450奈米波长的镭射 它可以针对和破坏 四大成因当中的皮脂线 第二个部分呢就叫做蓝光 藉由控制这个皮脂线和细菌的作用 它可以间接调理 让它的角质代谢异常 因为减少了这三个的一个主要重点 所以我们就可以更延缓 毛囊发炎的产生哦 主要菲菲会把蓝镭射分为两个角色 第一个角色呢就是所谓的 就是适合这些接受正统的口服和外用药治疗 但是它想要更快和更好的效果 那这时候就可以考虑蓝镭射 第二个角色呢就叫做替代角色 就是针对一些不能不想或不行的患者 它对药物可能在乎它的副作用 或者是它怀孕或是年纪太小 而不想或不能吃的族群 所以蓝镭射是针对这些想要更快更好 或者是不想不能不行的族群 都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哦 Vivi主要会规划成就是三个阶段 一个叫做治疗期、缓冲期和维持期 在治疗期的时候 根据论文和我们临床经验当中 我们会建议一个礼拜要施打一次 三次的治疗之后呢 患者呢大约会有五成到六成的改善 那接着呢进入缓冲期 也就是所谓的过渡期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评估 如果患者本身就是非常油 或者是疾病状况比较严重的 他可能还要再多需要一次到两次的一个过渡的期间 这时候可能就会建议一到两周可以再施打一次 或是有些人他三次治疗之后 效果就非常的好 他就可以直接进入所谓的维持期 这时候维持期呢就会根据每个人的状态 还有当时的季节 如果在夏季的话会建议大概1到1.5个月一次 如果是在冬季出油状况可能比较和缓 就会建议2到3个月一次哦 如果我们遇到相对比较急性发炎比较厉害 可能单纯蓝蕾蛇我们希望还有更好的效果 我这时候就会搭配一个叫红光光动力的一个治疗 来治疗这一类痘痘的族群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之后呢 一些比较急性发炎的痘痘开始慢慢慢慢的已经稳定了 开始会转到痘疤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呢 这时候蓝蕾蛇就可以搭配像脉冲光 针对一些像泛红色素沉淀会可以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 或者是在更末端的阶段像是一个蜂巢皮秒 可以针对像一些色素啊毛孔啊 可以达到一个加成的一个作用 其实有时候我们初期刚使用一下万用A酸 甚至口服A酸 都可能会有一段时间的所谓的暴斗期 但是不用担心只要好好的跟皮肤专科医师配合 开立相关的一些药物 可以安全收服地度过这个时期 第二个问题主要就是针对 如果是干肌 但是做蓝蕾蛇会不会让皮肤更干啊 其实皮肤干跟出油是两件事哦 很多人以为皮肤干是不是油脂缺乏 其实皮肤干主要就是一个角质代谢 相对异常没有办法保水 而产生一个干燥脱皮甚至皮肤炎的状况 那有些人他可能本身就有止漏性皮肤炎 甚至异味性皮肤炎 他可能就会有干痒的问题 大部分都还是会合并有出油的一个状况 这时候还是会适合蓝蕾蛇的治疗的 痘痘虽然看起来好像很平常 可是他有大大的学问哦 痘痘的治疗其实要一个全方位 从生活端到治疗端都要好好的配合 而不是单纯借由一个什么样的工具 就可以拯救宇宙 所以还是建议赶快找皮肤科医师 来制定一个治疗计划吧 那地雷最怕什么呢 对地雷就怕踩到 地... 喜欢我们的影片请按喜欢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哦